看他下面留的信写什么 嗯 还有注意到吗 会不会有什么 是 白街还是 是是是 看 都起鸡皮疙瘩了 他怎么笑了 嗯 是什么 我在未来 若是太慢的话 我就不懂你了 天哪 天哪 因为他给他写的那个 我在未来人力嘛 对 我在未来人力嘛 所以他是说他等他 还是不等他 他说你太慢了 我就不等了 我知道张寿的性格 我知道他一定会下车的 所以那个放手的人 一定是我 我很害怕我做那个放手的人 嗯 感觉会伤害到对方 会有一些酷醉感 而且 我们的问题在这18天 并没有完善的解决 下车则表示你愿意继续这种关系 不下车则表示你希望这种关系 就此事故 有的问题我真的一个人解决不了 两个人问题的解决 一方想要主动去解决是没有用的 另外一方不跟你使劲的 碰巧愿意解决不了 这个难受让我没有办法做我下车的决定 好 恭喜他 对 没有他开心就好 开心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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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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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 ank 赌胡 如释重负 对 别害怕了 因为我做不到 百分之百的 在我的未来等他 我也要往前看 所以我就说 我在未来 若是太慢的话 我就不懂你了 我觉得 这段旅程总要换个字好的 就是我不怕这段到来 对驾对驾的吧 应该呢 就叫我说 可能就是留了一个 二号时间 我觉得她还有一个是她自己 提到那个负责感 为了减轻这个负责感 是的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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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他这三行字比他直接下车对我来生了好 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 当时他说我在未来等他 我就在未来等他嘛 那他这次是在未来等我 要是太慢就不等我了 所以到底能不能把他说的那个未来取决于我 你知道张硕理解的就是他下篇 我不能让他来取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